观众朋友你好 欢迎收看这一节产业快讯 金人宝集团看准了3D列印的趋势 尤其下的三维科技推出首款扫描3D印表机 以及国内第一台的实物列印机 虽然还没有确切预估的销售数字 不过他们认为目前美国客户的询问度非常高 也渴望借此可以站稳全球前三大3D列印商的位置 咬下一口饼干 金人宝集团旗下三维科技董事长沈世荣 为自家新品站台 从脸上笑容就能看出他对新产品多有信心 我们提提自己鼓掌好不好 为什么我们需要鼓掌呢 因为台湾现在形象不太好 因为台湾的很多食品的问题 其实我常常在国外跑 他问我说台湾现在食品到底出什么问题 为了台湾解决台湾的食品的救援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又推出了一台3D Food Printer 开个小玩笑 但这小玩笑也透露出沈世荣强势决心 从巧克力饼干到制作披萨全都难不倒这台 由三维科技领先国内业界率先推出的实物列印机 预计明年第二季正式亮相 不过现场还有另一大亮点 我们在AIO里面因为全世界第一台 我很相信我们这个能够在全世界的量产里面 成为世界的第一个数量 今年整体的销售量 我想我们有机会 因为现在才11月份 如果说乐观一点 我们在今年底应该有机会达到4万台左右 一般民众使用3D列印机 最困难的就是要自己画设计图 现在省掉这个麻烦 只要将想要的成品放进列印机里扫描之后 就能马上列印出来 有着惊人抱这个副爸爸撑腰 小美科技进攻市场动作频频 更预估光是今年相关产品出货量 就渴望上看4万台 野心勃勃也为本来就吵得沸沸扬扬的 3D列印机市场增添不少亮点 分身成为由台北报道 词材料 可乐观优优独播放 请继续